東亞運動會即將舉行了 香港是東道主 我們要以禮相待訪港的運動員和旅客 那我們就要講齊多國語言 那也不用 可以用國際語言、英語 對呀 香港是亞洲盛事之都 各韓國業各階層的香港人 都有機會接觸外地遊客 學好英語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相信香港第一次舉辦 東亞運動會這個難得的機會 一起學好英語 職業英語運動全力支持 中文字幕提供